Gray Yeah, I just wanna be grey Yeah, I just wanna be grey 好的,各位大家好,我是彩碧 今天要來繼續排我們的二月份聯賽 那二月份聯賽我們打算要用分流派的方式來排 那我們上次拍了我的招回八天 那今天我們要來排的是超伐狗球 這次二月份聯賽也打了非常非常多的超伐狗球 那大部分都是由1L打出來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他打的超伐狗球 好,這邊順便打個小廣告 如果你對於超伐狗球有興趣的話 我在前一陣子有拍一個超伐狗球教學 那比較系統性的教學 雖然最後結尾我們又把它最後完整的去收尾 那主要是超伐狗球觀看的人數真的不是特別的多 那算是一個比較大家都很有興趣 可是學期上確實是沒有那麼實用的流派 那主要原因是太難,就太難而已 好,但是他的天花本很高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1L的操作 今天選了幾場 那這個配置基本上差不多都是這樣 有些人會用五個隱身 有些人會用四個隱身 那其實我覺得是差不多的 主要就是你的隱身有沒有想要早點給他放出來 但是其實我覺得結果上來講 這並不是一個非常大的影響 兩種都有看過的人用 那基本上超伐狗球的第一個目標最好 就是我在之前研究過教學 就是你其實還是希望他能夠先把大本給打掉 然後呢就是男女王往一邊走 接著狗球就是走男女王的外面 這個路線就非常非常的簡單 那我們先來看這個格子證 很多都是這樣打出來的 那這個第一開始狗球把大本給打掉 不是,超伐把大本給打掉 然後呢你就會在超伐開始 他從三點開始超伐 就會在這個位置去找一個點來處理援軍 這個處理援軍我在我的教學影片裡面有開過 就是到底要怎麼樣去處理援軍 在哪裡處理援軍 然後各種援軍怎麼處理 這個都是經驗經驗經驗 就這樣子而已 那你多打多練就會了解 那這個呢你千萬不要在這邊開始超伐 然後呢在這邊開始處理援軍 那這個呢你一定要究竟原則 那基本上這個你一開始可能會覺得說 我從這邊這樣進來會比較好 那一開始在學超伐的時候 很多人會犯這樣的錯誤 但是這個究竟原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在這邊開始超伐 你就在這邊開始你的雙網處理援軍 你就在後面開始處理你的狗球 像這個狗球就肯定是從這個位置開始走 那基本上不要 除非你真的已經算是神等級了 不然的話就建議你不要去做其他的變換 這邊呢直接兩個狗放出來 你說那我沒有辦法這樣點球怎麼辦 其實這個點球不這樣點也都還是這個有幫助 但是並不是真的太必要的東西 你不用去擔心這個點球的部分 反而你要超伐三星的話 最大的影響並不是在這一邊 那接下來呢只要中間這一塊 那這種格子證就是中間 現在我們現在看的這個城堡下面這一塊 如果破了 基本上這個就很有機會給三星了 注意一下這個破中間這一塊啊 要嘛就是球過去 要嘛就是神盾過去 所以你就是要想辦法讓你的球 或者是神盾過去 那跟他的吹風機會有關係 然後呢跟你有沒有辦法保住你的神盾 是有關係的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做達到這個效果呢 這個就蠻考驗你的每一場不一樣的經驗喔 然後你會遇到不一樣的狀況這樣 路線上我第一個配置啊 我有看過有些人在學超法狗球的時候 配置他喜歡自己做一些額外的變化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我們上次有講過了嘛 這個八個哥布林一個小炸彈人跟四個超級法師 那有些人就會想要再多帶一點其他東西等等的 或者是不帶小單位啊等等 這些都是不要做的 就基本上你配置就做一模一樣 那法術我剛剛講了 五個隱身四個隱身這個是可以變換的 那有些東西不能變換 有些東西可以變換 三個加速兩個加速這些是可以變換的 好那比如說有些人他不帶毒 那你就要帶泰坦 那你如果帶了毒 那你基本上應該是不用泰坦 這個基本上蠻好理解的 好那後面的配置 基本上三個狗跟28球左右 這也都是基本上都卡死了 沒什麼太好的變化 就是兩狗偶爾可以 就是你帶泰坦就變兩狗 那你沒帶泰坦就變三狗 那基本上其他東西都不太會變化 球也大概就是2827 最少26就這樣子而已 不要做配置上不要做太多變化 直接用這個配置來打 然後呢路線上也不用太多花俏的想法 就我剛剛講的 你從哪裡開始做你的超法飛船 你就從哪裡去處理援軍 你就從接下來的地方去下狗球 基本上不會有太多的變化 除非你真的你的超法理解已經強到一個等級了 你已經是這個 那你大概也不會看這個影片 所以其實基本上你就照這個路線走就對了 不要太多奇怪的一些發想 我覺得這樣不錯 那一開始學習這就是最好的階段 最好的方式就是永遠都是照這個大原則走 我們再來看一下 一樣是也有打的 那這狗一開始飛的方向不一樣 那跟他的飛船進來的位置是有關係的 但是這個呢 那這個他應該是會想要破牆的 那這個狂暴呢就盡量要早點下 因為這樣他也可以把這個牆壁給破掉 那破牆之後呢在後面的這個多頭 這樣也都可以打掉了 那這個打到大本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這邊是狂暴塔 那如果你抄法的部分還打不到 打大本就有問題的話 那就是抄法部分多多的單獨練習就好 好 所以OK我們來複習一下 所以這樣子的話 援軍要從哪裡開始處理呢 那肯定就是三點的位置 因為這邊第一個會有防御盲區 你這邊處理會非常非常的舒服 接下來就是 男王是往上走還往下走的問題而已 只有這個問題而已 那格子陣大部分都是走剛剛的路線 基本上都是標準界 所以男女王往下走 那果然是這樣子 沒錯 那上面就是用蒼蠅吃一些防御盲區的地方 每個援軍該怎麼處理 我在之前的影片也有做過教學了 那接下來就是男王進來 冰人進來 炸彈人進來 然後接下來神盾進在這裡 然後狗球場進在這裡 然後這個陣能不能三星的重點就是 就是這個區塊能不能夠把它打掉 其實格子陣永遠就是這樣子 你知道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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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基本上也沒什麼太花俏的東西 但是每一個操作都不是特別的簡單 只能這樣講 好那狗球進場的這個時間點呢 我覺得是當你的男女王 確定處理完援軍之後 然後他也不需要再用法術之後 就可以開始狗球 好那這邊最好是可以把你的神盾給保下來 因為中間這一塊其實女王是吃不到的 那就是狗球吃或者是神盾吃 而狗球啊 你看你看這樣這樣 狗球是蠻容易會沒有辦法很正確的往中間飛進去的 這個時候呢神盾吃中間的情況蠻長蠻長發生 所以神盾能不能夠活下來 其實跟這個三星是蠻有關係的 好那這個就是順利的活下來的情況 而且他還有兩個冰洞 那這樣的話呢最後面就順利的三星 OK喔 所以你們現在可能會看 啊會了眼睛會了 但實際打起來 這個基本上就是這樣子的這個 一模一樣的打法 你至少要練個友誼二十場吧 然後操法狗球甚至更多 是需要大量練習的 我剛剛講的那些呢 都是需要大量大量練習的 好但是 我很多人練不好的 一個就是他有太多的突發奇想 那我建議你就先把這些突發奇想 全部都給屏除掉 這些都雜念 都不要去想他 不要想說 欸我這個女王好像從 從六點開始處理援軍好像還不錯 欸我的狗球如果 從十點進來CP值很好 都不要去想這些 你就是 就是用這個大原則來打 好 因為即使是強如STARS 他們都很少去打破這些原則 所以你就不要去想著去打破這些原則 就是用這個原則來打 好我們來看也是格子證 可是這是雙讀在大本 我們看他怎麼處理 好配置 你們可以看到基本上雖然陣型不一樣 配置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樣的 好你可能覺得說為什麼呢 那其實就是超法狗球的這個配置跟路線的變化 其實基本上變化性真的不高 好需要變化的部分真的很少 所以你不用去做太多的一些突發奇想 就是基本功基本功基本功 這就是超法狗球 好選擇是不去打大本 那這個不去打大本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毒塔 沒有必要去這樣子去跟他硬幹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路線就是另外一種超法狗球的路線 首先第一個 你如果不這樣打大本的話 那肯定就是雙王去打大本 那有兩種 一種是男王跟女王一起去打大本 一種就是女王單吃大本 那這個其實就是端看大本前面的火力 到底重不重 這個大本前面的火力是女王單吃是有機會可以單吃的 所以看他怎麼決定 如果女王單吃大本可以打的話 他就是女王打大本 那男王跟神盾可以打這邊 那狗球一樣就應該還是從這邊進來 那這個陣就是中間這兩個多頭 到底打不打得掉就變成這個陣的一個很關鍵點 好這邊等一下冰人扛在這邊 應該是探路耶 應該只是探路 這個炸彈人 冰人扛著 OK好沒錯 那男王還是進來了 OK他選擇男王從這邊走 他可能覺得這邊打這個蠻王不太適合 那確實現在看起來好像決定也對了 因為這邊多了很多電塔 女王原本可能會打得很不舒服 還多了這個 然後本來覺得說冰人加上兩個冰洞之類的 然後加上殺手也許可以把這個打掉 那這樣子的話就看他的狗球要怎麼進來 這樣狗球其實可以順著從這邊走過來 旋風 OK那狗球應該是順著從右邊過來 OK沒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這個就是這樣 如果你用路線1 南王神盾走這邊 那狗球就是走這邊 那路線2 南王路已經走這邊 那神盾就走右邊 然後狗球就走這邊 基本上就是沒什麼 這個基本上就卡死了 冰洞一次 OK這冰洞 XBOX跟猴石都一起 然後跟著狗跟著殺手一起無敵 這邊就很順 沒問題 接下來冰洞可以給一個到兩個給神盾卡住他 那是因為這個神盾在中間 他你看中間的這些多頭啊 是氣球很難去處理的 可是相反的用神盾來打是非常舒服的 所以這神盾保下來基本上就能三星了 所以這個這時候冰洞一定要救神盾 還留了兩個冰洞 就三星了 所以這個也是打得非常非常順 OK 所以這一個同樣都是格子陣 兩種路線的參考方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所以 你一開始要決定就是飛船要飛哪裡 然後呢 援軍要從哪裡處理已經不是你決定的 因為已經你一旦決定飛船的位置 援軍就已經決定在哪裡處理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大本要怎麼處理 好 那接下來呢 狗球的位置也不是你決定的 就是他就是順著走而已 好那你接下來就只是要決定 你的冰洞應該要投資給誰 你的無敵時機要在哪裡 什麼時候點什麼時候壓 這個很重要 你的冰洞要怎麼投資給誰 好那這些是比較重要的 你不需要去想的是狗球的路線 應該要從哪裡進來 好又是一個格子陣 好那沒關係 我想就多分享一些這個 因為其實現在格子陣確實很多 聯賽慣例裡面就是打了 大概有一半都是格子陣 現在打暖身上也是一樣 一半以上都是格子陣的 所以呢 那就代表大家覺得格子陣強勢 這個陣已經是十四本神陣了 到現在都還是有人在用 改一改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有這個隱身塔加毒塔 這個直接去挑戰 這毒沒有出來 OK從這個外面這邊 好這邊好這邊看一下 他先 因為這個大本是隱身 他這邊先去打旁邊的東西 先去打旁邊 這個很重要 先去打旁邊的東西 那等一下大本好了之後 這個小炮是留著的 所以抄法等一下會打這個小炮 再順著去打大本 這就不會亂跑 你在打隱身塔的時候 有些人都會問說 那隱身塔是要怎麼去處理 你要留東西去給抄法打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我現在這樣講 你如果聽不懂的話 那我就建議你不要去挑戰隱身塔 你如果聽得懂的話 你就知道怎麼打了 就是你要留東西去給抄法打 如果你真的還是聽不懂 那我建議你不要去挑戰隱身塔 因為很難去解釋 實際解釋 就是說他在隱身大本的時候 你要有抄法要在原地打得到其他東西 因為如果抄法原地沒有東西打的話 他會跑走 他一旦跑走 那你這場就大概率是G了 不管是STARS還是誰 就是他們的這個放的順序都是蠻王先再來冰冷 這個順序是一開始我比較反直覺的 那我也花了一段時間習慣一下 所以高手這樣做 所以我們就這樣做 所以呢 先放蠻王再放冰冷 這個殺手 殺手稍微慢了一點點 我覺得那個什麼東西啊 STARS有一個地方很厲害 是他殺手很少慢 因為放太快很容易會這樣 殺手直接死掉嘛對不對 那所以大家很容易會希望晚一點放多 就是可能就是被砍一下這樣 那STARS跟 Klaus的那個 殺手的那個tempo真的是抓得真的是超強的 就是每一次我看都是覺得 喔沒有太快也不會太慢 就剛剛好 那老實說這個很難喔 這個你不要覺得說這個 那就是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 其實真的很難 真的容易的話 為什麼那麼多選手裡面 就是特別注意到他們的殺手 放的特別準 好嗎 今天分享超法狗球喔 呃 都是格子證 然後呢 差不多的打法 但是我現在就是 呃 提醒大家一下 超法狗球是非常非常難的流派 你至少 需要去 狂練個二十場 三十場 即使是你都看過一樣的路線的 那這邊總結一下 給大家 就第一個你希望超法 本身超法飛船 可以把大門給打掉 那 如果不行的話 就是超法打大門的旁邊 然後讓你的女王 卻把大門給打掉 好 那第二個是 你不要自己去決定 去 又在哪裡 處理援軍 永遠就是你 飛船起手的那個位置點 因為他就會有一個防禦盲區 然後你的女王 就可以直接從那邊開始走 基本上就是從那邊開始 那 你永遠都不要去自己決定 狗球從哪裡下 就是不要東一塊西一塊 就是你的 你的男 你的女王 在男王 然後神盾在哪裡 接下來的地方 就是你的狗球的地方 然後除了 除了 大門已經倒的回之針 那這個我在以前有解釋過為什麼 因為你有可能是為了趕時間 才東放一塊西放一塊 但是很少的情況會發生 那你需要特別去注意的幾個東西 第一個 這個 你的狗球 無敵打算什麼時候壓 是你要打之前就決定的 並不是你打到一半才覺得說 現在壓不錯這樣 打之前就要決定了 因為你打無敵的時候 你要壓 你要配合你的殺手 你要配合你的狗 這些呢 都是要先想好的 那再來第二個 是你的冰凍要投資給誰 你中間那塊 是要用誰來打的 那通常很容易很容易會需要神盾來打 所以你如何去把你的神盾給保下來 跟你的狗球下的節奏有關係 好 那我們就今天分享到這邊 希望對大家想要學超發狗球的有幫助 那放了蠻多的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好的sample 因為這也有打的是非常非常標準的 那你如果想要學超發狗球 就直接照著這個方式來學這樣 OK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拜拜 好